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长辈呢 你是说二十七叔 二十七叔 跟太古城东关的杨小翠好了 这全太古城连我哥哥都知道 你想怎么管 怎么还能有这事啊 我听说你这次回来 还因为另外一件事情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了 依依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 你走了八年 他们没有人管束 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二十七叔也是一样的 现如今他成了家里的家长 又管了八年的家 同样也没有人管束得了他 现在你想要家规 统统把他们处置了 那最后结果将是你不想看到的 我就是再不想看到也没办法 这是爷爷立下的规矩 没人改得了 行 你想这么办 那这个大家子里面一半的人 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 他们什么谋生技能都没有 那这个结果是你想看到的吗 我当 姨姨 我本来想在这儿跪着 想静静心想出个办法来 你这个办法好 什么办法 我可没替你想什么办法 顺子 你这有兑住 东家 把二十七叔叫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行 那我先走了 爷 您怎么躲这儿来了 冬家可在祠堂一直跪着等您哪 您这要是不去 他不知道要弄出多大的事来呢 走走走 就当没见过我 我哪儿都不去 爷 永萧少爷 二十七叔 你又来干啥 今天那遥不过去 这事可没完啊 我是没脸见他 你说 我是这家的长辈 又管着这个家 现在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骚得慌 那您要不过去 应激大哥怎么办 什么他怎么办呢 他是这家的当家人 他说出一句话来地动山友 不是他怎么办 是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顺子 爷 你赶紧去掏车 把我拉到东关镇那个流穴子那儿 我要看看病去 爷 你现在可不能病啊 你 二十七叔 那您这走了 还回来吗 胡说八道 这是我的家 我不回来回哪儿去 那按照门规 您在外头偷氧暗门子 触犯乔家清白门风 这如果让应激大哥知道了 这是要除急的 他敢 我要是应激大哥 我就敢 你个灰脚子 我可是你亲叔 当年景带大爷 还是志庸爷爷的亲儿子呢 因为犯了作罢盘的山规 最后不是也被除急了吗 您这 可只是个书 你说什么 是应激子亲口说的 他真要把他书 赶出这个院子 让我们一家流落街头 但是万一惹急了 那这个可就真不好说了 我的天哪 爷 这可怎么办 行 我去 我就不信见了面 他还能把我杀了 我现在给你带我杀了 他不是我杀了 他在冲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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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冲火中 他在冲火中 大家感觉 是你 在冲火中 二十七处 姬子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了 就是杨小村那事 都是应朕和应应他们唆使我去的 我们就来往了几个月 那现在已经断了 我有罪 我没脸来这 我愧对列祖列宗 你要是觉得拿我开刀 别人不会有什么话说 那就拿我开刀好了 只是 只是 不要把你二十七婶子 和你那没有长大的兄弟赶出去 我没出息 沦落街头 冻死 饿死 活该 可是他们 二十七处 我找你来不是这个意思 季子 不会吧 乔家的门户是要清理 但是 一定要按家规上的办 但怎么做 却有不同的办法 那你 都想说了什么办法 二十七处 别忘了 我们是商家 我十二岁那年 一边读书 一边被爷爷带到商路上 你转告他们 不要让他们忘了 乔家的根本 我们不是官坏人家 我们只是编户草民 先人立下的规矩 南丁十二岁 如果不读书 就要去走商路 从给师父倒夜壶开始 到乔家各个铺子学习 四年学俗出师 根据德行 给他们安排任务 能守殿的守殿 能跑银的跑银 积在阅历 长了能耐 根据评定 能当掌柜的当掌柜 不能当掌柜的当伙计 乔家 从来不养闲人 这样说 你是想让叔叔留下来 接着替你管理这个家 二十七处 民国已经成立了 还有很多大事 等着我去做 我相信你 今天 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我请列祖列宗作证 我乔景清 再也不敢了 以后再也不会辱墨门庭了 我这就去集合他们 等等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如果不愿意去的 就是不想再做我们乔家的人 一律撵出这个院子 那要是有人就是不去 那咋办 也有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但这也是家规的一条 如果是商人 就必须要做商务 只有这样 家里的老人 女人 孩子 才有月份银子可以领 如果到了年龄不出去 那月份银子可就得停了 姬子 你真的下得了之手 我再说一遍 我们乔家不是皇亲国戚 达官显贵 我们只是商人 商人走商路 这是天经地义的 没什么可商量的 好 那我这就去了 二十七叔交代 让乔家十六岁以上的男人 去大火房 有事说 二十七叔交代 让乔家十六岁以上的男人 去大火房 有事说 二十七叔交代 让乔家十六岁以上的男人 去大火房 有事说 叶晓 你这干吗呢 二十七叔说去大火房 不是去大火房了吗 你去了就知道 你去了就知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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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了这是 我娘了 我的百灵子呢 我的百灵子呢 谁干的 谁干的 我的娘子给你屁了我 宁珍 宁珍 你别出去惹事了 他万一要是把他们撵出去 怎么办啊 他敢 我给他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了 什么事啊 爷 爷 不好了 不好了 郢少爷在打罗 景青都在说 让桥下的男女老少 都到大伙房议室呢 一个屁 混蛋 宁珍 我心血呀 十万两银子 我全部的心血呀 我欠着债了我 郢震 咱得去听听 去个屁啊去 你又怎么了 怎么了你 起来 咱过这儿 起来 起来 我有了 我有了 都两个月了 你的心思偷扑在那些鸟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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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现在 为了孩子 为了咱这个家 就忍一忍 去听听 好不好 行 去 对 我陪你一起去 你等着我 在这儿等着我 我换件衣服 好 媳妇 映霄在外面打罗呢 说是二十七叔 通知咱们去大火房 好像是有什么事要说 我还真想知道 他这个做大哥的 能拿出什么新招来对付我 你是我男人都管不了我 他一大掰子 还真想管吗 走 看看去 媳妇 你快坐下吧你 不是 咱能去吗 外面那么嚷嚷 去了会有好事吗 咱不得吃亏呀 不去 走 走 我不去 你怕什么呀 起来呀 起来 媳妇 我不去 走 这就是他的话 太多又来了 也是家规 我就是从小就出去 学做生意了 十二岁就出去了 那个给包头那个马大掌柜 倒夜壶 二十七叔 我刚才没听明白 他是说咱们这些人明天不跟他走 这大火房就不开饭了 不但不开饭 就连你们的女人 老人 孩子 月供的银子也没有了 什么 什么 连女人和孩子都不给活路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哥 应激大哥不想干什么 他就是想让咱们出去学学经商 以后走出去有个商家子孙的样子 他就不听他 我要是就不听他的呢 怎么着 对啊 我们就是不听他的 怎么着 对啊 对啊 他都听他的 对啊 应真应应 又是你们两个挑唆 告诉你们 当家的说了 今天的事 和祖宗的规矩相干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他是不会甘休的 他是坚决不会妥协的 怎么着 我们要是不走的话 还把我们赶出去啊 是啊 就是啊 听我说 说什么说 大家听我说两句 咱们不会被赶出去的 只要是咱们按照祖宗的规矩 出去学做生意 家里的一家老小 会过得好好的 各位哥哥 弟弟 我觉得应激大哥这么做 是为了咱们好 你说像今天这样 咱们书不读 生意不学 那到时候 万一瞧这山峰水流了 咱们怎么办啊 你 兔崽子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说谁什么水 你又撬谁呢 行了行了行了 你松手 都别吵了 兔崽子 这话呢 该说的我都说了 明天一早饮食 我在大门口等着 来 不来 我不会挨家挨户的去催 下面的事 你们自己商量吧 散了 英雄 你刚才说什么 乔家还有山崩水流的一天 你胡说的吧你 你想想 现在皇上都不是皇上了 大清都没了 你能保证咱们乔家没有山崩水流的那一天啊 再说了 万一应于大哥说对了 到时候咱们全都得饿死 应于大哥说什么了呀 是啊 他说什么了 你到底说呀 应于大哥说 民国会比大清更坏 还说 咱们乔家会家破人亡 死无葬身之地 这下可出大事了 这 这 你胡说什么呢你 还应于说 应于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 那是一个读书读坏了的傻子呆子 他的话能信吗 对啊 对啊 他的话能信 对啊 他的话能信 对啊 这是 这是 把我们当傻儿读书 不能信 不能信 走 还有一件事 盈盈 明天早上套辆车 把你媳妇送到太员府上去 把那口烟给戒了 不愿意去也得去 当家的说了 不去 就是违背祖宗的规矩 到时候别说是女人 就是男人 也得赶出去 不愿意 二十七叔 不是 是啊 你休想 我不建议 平手让我建议 让我建议 你休想 二十七叔 他凭什么呀 我也是乔家子孙 乔家生意 有我铁杆儿的股份 我就不信他能把咱们赶出去 可是爷爷楼下过话 谁要是违反了乔家的家规 那就不是乔家的人了 再说了 当家的不答应分家 那就不能分家 这万一要是被撵出去 咱可是得净身出户啊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就答应去当学徒吧 只要你答应出去 我就在家好好养胎 把咱孩子养大 你在外面也能安心不是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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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行不行啊 我告诉你 你们瞧瞧没有一个好东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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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砸东西啊 你有话好好说啊 哎呀 我的书 我不活了 哎呀 你干什么呀你啊 不活 别砸了 你们要欺负我 你别砸了 这干怎么办呢你说 我活了 让你们欺负我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媳妇 你不是 你 起来 这个不能砸 拿过来 不给 拿过来 媳妇 我求求你了 这这这 这个咱不砸了啊 我 我请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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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哎 哎哎 好了 刚才的话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这回应季子 是铁了心了 你在这块寻死逆活的 有意义吗 你要是敢今天死 他明天 就敢把关照送过来 你信不信 你 stamp 你让他给我谈一个是是 啊哎哎哎 hood 你 aí 你这这这我 我 你 我 行啊你 你还敢打我 我不祸了我 现在就连你都欺负我 你不想想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的命好苦 都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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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还不行吗 都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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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最后真的走了伤路 你也要记住 只要别人不死 你男人一定死不了 我就不信我乔应英 没有出人逃递的一天 现在已经民国了 真没想到 这帮让我瞧不起的人 真的把大清推翻了 你知道这些天 我为什么让你一直打听乔家的消息吗 哥呀 你这怎么说来说去又说乔家了呢 这些天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 想让乔家完蛋 我能想出来几套主意 我把我想出来的这几套主意 颠过来倒过去的思量 我发现 只要乔记中了其中的一招就完了 你又想干吗呀 我去做他的军师怎么样 你是不是疯了你 孙茂才当年也是自己骑着毛驴 到乔家毛遂自荐的 我崔旺白何必顾及这张脸呢 我也要打上门去 哥你没法伤吧 没事 你马上换衣服啊 跟我走 要不然你就赶不上套了 乔应机马上就要去临江 重建茶山 恢复茶路去了 我要换身衣服 也快点啊 冬家 您快起来吧 您可真厉害 这才一天 就把大院里所有的乱子 都给平了 有谁不走的吗 没有 都说要走 应真盈盈呢 说了 走 盈盈的媳妇呢 也答应了 明儿就上太原府戒毒去 大奶奶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听到捷报给你倒喜来了呀 喜从何来呀 我只不过按家规办而已 不过这事真多亏了你 你怎么会有什么相干呀 只要有你在 我总会有办法呢 你就是我的福星 那好 那以后你去哪儿 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你以为我不想 要不是为了我娘 我明天就想带着你走 好 到了 去叫门哪 我可不去 我丢不起那人物 你不去 那你扶我去 来 来 走 哥 你慢点 来 开门 谁呀 请问你们乔董家在吗 你们是谁呀 就说孙茂才要拜见你们乔董家 麻烦你通报一下 孙茂才 来人 怎么了 怎么了大碗 这大碗上的拍门不知道干什么 是你们 来人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抓起来 干什么你们 什么就是 都抓起来 先好我和董家的仇人 快点 放下 给我放下 你听见没有 放下 孙茂 你赶紧禀告董家 就说他仇人来了 快去 行啊 你们守住啊 我在这儿看着他们 我看他们想怎么样 董家 又出什么事了 孙茂说你的仇人来了 他还自称孙茂才 非要超舍来见你 你快出去看看吧 孙茂才 冬家 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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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家 来了 董家 我以为是谁这大晚上 号称孙茂财非要来见我 原来是你呀 崔旺白 我在想是什么胆量支撑着你 让你今天敢跑到 乔家大院的门口来见我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乔东家 如果你杀了我 那就算是我崔旺白 看错你乔应记了 从武汉到宝定 从宝定到北京 这一路上 你都处心积虑地想杀了我 今天 别说我杀你一次 我就是杀你十次 也不做对吧 乔东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说 我就是崔明九的儿子 崔旺白 当年我爹 就是为了那桩高粱罢盘 死在了你爷爷的手里 我杀你为父报仇 那是天经地义的 上一辈的恩恩怨怨 我不希望我们下一辈 来就此了解 你今天既然来了 我不难为你 我放你走 但你记住 永远不要来我乔家 还有 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乔东家 我虽忘把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就是说明 把那些往事都放下了 那些往事对我来说 已经是过眼烟云了 您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在武昌府 保定府 北京城乃至回山西的路上 崔旺白和乔东家 你一对一的较量过 根本赢不了 不但赢不了你 还为此舍了一条腿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一个残疾人 但是 崔旺白还是崔旺白 和你在广州学生意一样 我也是在上海那样的大码头 闯荡过多年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我本想投身革命 用另外一种方式 将乔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以报杀父之仇 但是因为你的出现 我失败了 于是我想在晋商中找一家 和你实力相当的商家 与你一拼 可崔旺白回到山西之后 才发现 今日这号称 天下巨富的晋商当中 居然没有一家的实力 可以与乔家一争雌雄 无论我投靠谁 出什么谋划什么策 将来都会在与乔家争锋中 一败涂地 我崔旺白 不想再演绎我父亲 摧鸣久的失败人生 我崔旺白今生今世 只愿意帮助 值得我筑齐成功的商家 一臂之力 哪怕他是乔家 我崔旺白和你一样 希望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乔东家 我也希望 像当年孙茂才那样 成就乔老东家 实现会通天下 和通天下的宏愿一样 帮助你成就会通全球 和通全球的志向 让乔家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摩根罗斯柴尔德家族 好一番激将法 好一番高谈阔论 崔旺白 你说了这么多 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那就算我崔旺白 看错你乔应记了 我能放下恩怨 你能吗 我今天冒似来到桥下 就是想和乔东家 你画干戈为玉帛 还打算为你出一谋画一册 你敢让我为你出一谋画一册吗 好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今天既然你来了 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谈阔论 但记住 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山子 放他们进去 东家 我在爷爷的书房等他 东家 你也要 明白了 当年 孙茂才第一次来乔家的时候 乔老东家 也是在那间书房里面 接待的孙茂才啊 我们走 赵先生 这里就是我爷爷的书房 您好征孙茂才 这就是我爷爷第一次接待孙茂才的地方 老实 来了 乔老董家 晚辈崔明久的后人 崔旺白 崔旺时 在这里跟您老人家敬香了 山子 山子 上茶 等等 我听人说过 孙茂财的一个故事 当年孙茂财第一次来你们家的时候 也是饿着肚子来的 我和我兄弟一样 今天走了几十里的山路 也是没吃饭的 好茶可以等一会再上啊 还是先给我们兄弟 每人来大海碗羊肉村面 多放辣子多加羊肉 等我们兄弟填饱了肚子 再和你好好续谈 真不巧 今儿大火房啊 还就真没羊肉 就有一清水下砸面 你俩吃吗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了 往事啊 这所有的事情啊 都对上了 对上了 只有今天这样的遭遇 才降级了当年的孙茂财 你们两个都听见了吧 照崔先生说的做 去吧 要正宗的原汁养汤啊 伺候着 上茶 上好茶 要不然这艳艳的 咬肉不好消化啊 别这么没礼貌啊 还不走呢 嗯 崔先生 这茶还合口味吗 乔东家不欺人哪 这果然是好茶 乔东家 我们该说说这酬劳的事了吧 当年乔老东家一年给孙茂财三千两银子 而现如今时局艰难 我也不多要 三千两银子如何 好 崔先生说笑了 你既然都来了 银子当然不是问题 现在面也吃了 茶也喝了 可以跟我谈谈你的雄才大略了吧 这些话是你们这些人都能听的吗 我们这些人都下去 王石 你也出去 哥 去吧 好兄弟 你自己小心点 你这着什么急呢 这你不知道了 幸催的这俩兄弟 追杀我跟东家一路了 如今东家让他们进来 我怕那个人给东家给骗了 你说谁呢 说 你怎么的 你以为东家让你们进来对你们客气 我 我就得怕你呀 干什么呀 这是乔家 一边带着去 行 先生为何发酵啊 乔东家的这几条大计也略有耳闻 第一条 重建茶山 恢复茶路 让中国的茶货在全世界一统天下 这第二件事 联合晋商 进行票号现代银行改制 公开募股 最终目标是集全国财力 去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产业 这最后一件事 欲将包头父子号生意 扩展到所有现代工商业领域 在造船 航运 矿山 机械制造 等等每一个新兴领域内 与外国人竞争 占领中国市场后 还要争夺全世界的大市场 我说得没错吧 崔先生 没想到 应激这点不成熟的思想 还能传到先生的耳朵里面去 乔东家 恕我不敬啊 在崔万败看来 乔东家的这几条大忌 不但不能使乔家如坤鹏一样 亦飞九万里 反而会是让乔老东家 创下的商业帝国 分崩离析 以败涂地 夜短话长 我先不说乔东家的这几条大忌 在中国为何行不通 我先说我这一侧 如果乔东家能行了我这一侧 就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先生 快讲 乔东家 这些日子哪儿都不要去 庆点乔家所有的人 银子 然后直奔北京城建一个人 谁呀 袁世凯 先生 为什么让我去见他呢 这乔东家以为 今后谁会是中国的主人哪 现在已经是民国时代了 按照临时约法 这中国的主人 当然是中国的百姓 不信 中国的主人仍然只有一个 原先我以为是孙文 现在看来这村文哪 只不过是一介书生 不足道尔 中国的主人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袁世凯 梦里一些独立梦埋 秋日天天 但如今 岂然还在 多难行吧 不容徘徊 无论你我怎能够 只剩本事外 极高鲜云若学一脉 此生来 借余无福 家国情怀 谈念所爱都寻宅 不见风潮也回来 光河也就冬流去 心潮去诺痛思 同思恨 黄河也就冬流去 心潮起落同思恨 心潮起落实 中文字幕——YK